大家晚上好 我是林暫停摄影师的学生李平斌 林老师在我录行的第一天我就认识他 我很有幸在年轻的十几年的岁月里面 一直可以在他身边学习 很高兴他今天得到终人成就奖 他拍过一百三十几部的电影 他得过四到五次的金马奖 有一次是跟林红中老师一起 他是台湾电影的活历史 他经历过了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 他拍了一百多部电影里面 他还有一个 对不起 其实我想说的比较轻松一点 他经常叫我们 年轻时候经常叫我们插摄影机 然后摄影机要亮而不油 而且要看起来很油 摸起来没有油 这个令赏叫我们做的 还有一个是令赏很喜欢移动摄影机 他经常在导演开机前 左一点右一点 左一点右一点 那有时候我跟另外一位助手 就很担心 会不会在移动中导演开机了 所以我们都很幸运一直没有发生这个事 令赏恭喜你 我们一起看令赏的短片 谢谢 这次获得最佳剧情片奖的梅花 不是以场面豪华取胜 而是以制作严谨而受到赞赏 摄影师林暂停 也以梅花夺得他的第四座金马奖 摄影师林暂停 夺得他的第四座金马奖 这次他照例没有上台领奖 当然典礼的焦点 都在长官与明星的身上 颁奖典礼星光熠熠毫毫无冷场 自然没有人会发现缺席的幕后人员 想不到这个比中影还老的第一代练习生 后来会把国外彩色电影技术学回来 为台湾电影从黑白迈入彩色 做了极大的贡献 这是美国的什么 做联盘机最好的摆制 我是澎大利亚 包括现在起输入 冰汉 然后教父 在忙碌工作之余 也趁空档生下了拍出李安导演 饮食男女等经典电影的知名摄影师 林良宗师傅 你想要林良宗踏几分 别人说 七十分哪里了 只给七十分 现在在台下的李安导演 给的分数一定更高吧 他拍了一百三十多部电影 也透过他的摄影师之眼 让我们看见了台湾的长相 拿过四座金马奖 他却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字 站上金马奖的舞台 今夜林振廷 即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 获得金马奖终生成就奖的摄影师 迎接属于全体电影人最高的致敬 让我们一起感谢 金马第五十八届 金马奖终生成就奖得主 我的老师林湛廷先生 请上台接受我们对他的致敬 金马奖终生成就奖得主 谢谢各位 我很高兴 我今年九十三岁了 从事电影了 大会结果 这么大的一个荣誉 我是刚刚王总先生介绍的林湛廷 我自从民国三十八年 参加电影工作 当时的厂长叫农业教育制片厂 就是中央电影公司制片厂的前线 他从教育制片厂的中央电影 怎么样的冲洗 怎么样的拍摄 教我们一批 年轻人 我一直到现在 其中有很多年轻人帮我当助理 我完成了130部的电影 我非常感谢 今天大会给我这么一个大的荣誉 谢谢 恭喜林湛廷先生 也谢谢班长人 恭喜 事件